Hello 庭長KK 又是我們做分享 對 我們做分享 今天講著什麼 我覺得分享之前也做少少免責聲明 因為純粹真是最近多了人問關於咳嗽 要用什麼來舒緩 或者究竟什麼種類的咳嗽是怎樣去分 純粹是因為做媽媽 小朋友就是狗病成醫那樣東西 所以這些都是純粹我和Krissina的分享 不代表公司任何立場 也純粹是一個個人經驗的分享 每個人的效果都不一樣 所以也不能代表專業醫生的意見 那就分享這個咳嗽如何舒緩 是啊 團長KK 其實真的身邊每個媽媽都在面對 小朋友咳嗽得很辛苦 大人也是的 不要說小朋友 是啊 天氣又冷 現在臨過年突然間 這幾天又下著毛毛細雨 又變回很冷 其實我覺得很難捉摸 所以真的會感親攝親是很容易的 所以其實保護一條頸 加噴一條頸巾 其實都有些幫助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朋友仔 都會有一個幫人的心態 就是可能有媽媽或者朋友仔問起 究竟我什麼咳嗽應該用什麼精油 那我就想分享一下 怎樣把整件事更容易的去處理 因為我兩個小朋友都小 你說我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到她懂得分 究竟她是雙風咳 狗咳 熱咳 寒咳 痰咳 敏感咳 其實真的我沒有這方面的知識 首先 所以純粹都是分享一下 我自己怎樣去用一些東西來舒緩他們 而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當她如果睡覺 可以令到她不要那麼咳嗽 她睡到覺的時候 也都對她的病情 或者病尾有幫助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的大前提就會是 在晚上一刻止到咳嗽 令到她們睡到覺的東西 所以就是之前我們都 在其他Zoom都有講過 就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這三支精油就可以舒緩到的 用根次序來塗 其實就是 講的 香桃木 檸檬 檸檬 還有Francinson 就是乳香 其實每支油講的 就是用這個次序來 輕輕塗在頸這裡 再補一層基底油 其實就已經可以舒緩到一陣 尤其是晚上在睡覺的時間 那他們在睡覺 其實你查他們 他們都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這個就是 我經常性 他們剪輯的時候 會留在他們的房間 留意一下 究竟我查完之後 他們會不會好一點 而的確是會舒緩到一點 就算 總之不要剪輯到這麼扯的 所以他們會有空氣 他們睡得好一點 第二天都會舒服一點 嗯 我想問一下團長KK 那你一晚通常查多少次的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我有試過 有時候天氣乾燥 你沒辦法不開暖爐的時候 但是你可能開一個加10機 或者開一個加10機 都去不了那個舒服的程度 那我試過可能兒子 剪輯到很痠的時候 我可能要做 可能五分鐘之內 我要做三次這個循環 是了 那我跟著之後 我就會在她腳底下 我都會塗了 只有蝦咪 只會蝦咪 那她就真的 你見到是會剪輯少了 是了 那我通常一晚都可以指得到的 我的情況就是 因為 這個我就覺得 是挺有效的方法 給我自己小朋友 好的 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香桃木對化痰很有幫助 靈活精對呼吸道也有幫助 還有裡面的檸檬氣也很好 然後乳香 大家不用問都知道 是超厲害的滋油 另外除了這三個之外 你都會建議用RC嗎? 是 但我自己也覺得要小心用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其實不是很多人 都會懂得分寒咳熱咳的東西 又或者反過來是 當一個人沒有看慣中醫 純粹是咳就咳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寒咳熱咳痰不咳 因為RC裡面有一個成分是薄荷 其實它對於寒咳是不能夠使用的 所以通常我用這些精油的時候 我很知道可能我兒子上個星期 其實是傷風感冒得很厲害 很多鼻水的 而是因為那個鼻水到流 trigger 都會剪掉 因為咳到喉嚨很癢 這樣剪掉 我就會用RC在整個背部 因為通常收到鼻水 它沒有那個倒流的情況 其實它就不會剪掉了 所以這個我自己也會用 但是我要很了解那個小朋友的狀況 因為我自己照顧小朋友 我就會知道它是什麼狀況 而去小心這樣用 又不是說真的不能夠用 是你知道如果它是 雙風感冒過 有鼻水 那這個一定會幫到的 但是如果你分不到究竟 它是寒咳熱咳 或者它根本沒有雙風感冒過 而這樣咳咳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小心一點 就是接下來我們可以 下一支油就是 抗香毒藏精油 是的 我也想加多一點 就是很多人其實抗香RC 有些長年有幾十年的鼻敏感 都真的抗香了三個月 在床頭上用RC 可以將那個千年的鼻敏感都搞定 真是很誇張 是的 這個我也很認同 很厲害 那這兩支你又再說一下 那這支剛才我所說的那個 倒茶褲方精油 就是如果 可能我的小朋友 病尾都還是咳 但是它又不是咳得很厲害 的時候 我就會 不斷地抗香 其實基本上 我知道它們初起病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用這支 全屋抗香的 是的 純粹是做那個 潔淨的空間 而我也都有試過 在我小朋友 咳到病尾 但是咳是最難好的 它已經沒有痰了 但是聽起來 它覺得很乾咳咳喉咳 那些咳咳 我也有試過隔著 用這個 清潔淨的精油 來做那個空氣淨化 我這樣隔著 來用 我又覺得很快 那個尾尾 又會消失了 所以我自己 我覺得這兩支 就幫到我家裡了 是的 倒策和淨化 兩支精油 就是家居必備 還有你 上述你介紹這幾支精油 其實在我們的入門套裝 都已經有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 額外特別要去買 還有不要小看抗香 因為你都說 現在很多人病 因為除了自己 或者私朋友咳 你身邊或者家裡也有其他人 那你保持抗香 又不會交叉感染 是不是 是啊 很有力的 所以其實真的少少 每天做多少少 就能夠 就算病 都不會病得那麼嚴重 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 臨近身 都要 祝大家一個身體健康 是啊 大家真的身體健康 多謝團長KK 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好啦 不要客氣 多謝你們收看 好 拜拜 拜拜